他拿空氣 你幹什麼 你不要拿空氣喔 趕快放棄塞藥手機 他要攻擊人家 他要拿天氣 遊客在海灣中玩SUP滑架 海上一片寧靜 突然一艘漁船出現 大聲向遊客咆哮 並直直往其中一名遊客 衝撞過去 聽你在放XX 你剛才塞除了跟人撞 我可以跟你告 我撞什麼 你再說 在海上遭到漁船衝撞 遊客相當驚嚇 這起事件發生在宜蘭冬奧粉鳥林 流行男子與友人15號上午 相約練習SUP 沒想到滑到一半 一艘漁船出現 並快速逼近 漁民大聲呵斥 認為這裡是保育區 要求他們上船到海巡署講清楚 基本上進漁區的話 你就不會有漁船作業的狀況 那民眾在這邊活動 就應該不會有重疊的問題 對 害怕進漁區跟保育區 傻傻分不清 流行男子一行人準備離開 漁船又加速追上 不停標罵三字驚 甚至有遊客表示看到漁民亮刀 我真的遇到海盜 我覺得海灣太豐富了 聽說我們在這裡做什麼 我們在這裡做什麼 絕對沒有擦碰 海巡署事後到場關心 所幸病無人員傷亡 漁民名義上為了保護海域 自己卻闖禁區 還試圖恐嚇遊客 驚險的過程 讓遊客心中受到不少驚嚇 記者林醫生謝蘇雅一人報導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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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